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他说中美关系到了重新激活的时刻了 他提出了美国前期的一些问题 在中美关系中发生了一些问题 他说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规则和法律需要得到尊手 他赢了吗 贸易战打到今天大家都知道结果是什么 但是他们不承认 事实上他们认为他们打赢了 他们利用了贸易战 利用了两年多以来的 所有能够利用的这种空间 他们在尽可能向整个世界展示 中国的经济没有被打爬下 疫情期间经济还得到了恢复 在全球都重新进入封闭的时刻 他们还在保持着经济的增长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有足够的底气来说这个话 那么他们还在教育美国人在政治领域内 美国早就应该放弃干涉他国内政的习惯 听到这些话你就会感觉到他是一个胜利者 那么在安全领域内呢 他们认为在亚太应该有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局面 甚至他们放出了很多诱饵 比如说在气候变化 在人工智能智力 各个方面 中美有合作的必有 那气候这一块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碳排放量将为零 根本就做不到 没有人相信他能做到 那么 人工智能的智力呢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 在这一方面 中国采取的方式与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 他们始终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对的 而且事实上还准备推广他们的做法 到了今天他们也没有认为他们有任何地方 他们在推广着自己的经验 他们认为他们的成功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都可以得到复制 他们一直有这种观点不是今天才有的 贸易战 贸易战没有开始之前 他们按照自己的规则 贸易战开始以后 他们认为可以找到美方的弱点 哪怕是熬 他也能熬死川普 那么今天他们敢于说出 他们内心长久以来想说出的话 他们认为他们赢了 他们在教美国人做事 在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 甚至分享给更多的他们的战友 在全球范围内 他们正在营造出一种气氛 就是中共赢得了中美之间博弈的这个成果 那么今后将更为强势 事实上我们也能看到 这种强势以一种无需掩藏的态度 展露在国际社会之间 他们不断地在炫耀自己的成功 这能证明是民主体制的失败吗 是吧 我们也能看到 国内有很多原先不应该插测 国际事务的这些传媒 主要是舆论宣传机构 他们不断地在推出一些消息 其实这些消息呢 有很多时刻都是令人感觉到非常惊讶的 他们非常关心川普在任何一地的失利 第一时间告诉中国人 其实通过这种方式也在向整个世界展示 跟习胖都不会有好家长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直到今天 他们还在炫耀 他们在成功 他们做的事 他们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 可以这样说吧 经济上 我们看到了很多 中共引以为骄傲的东西 在国际政治中 他们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手段 收买一切可以收买的力量 来帮助他们唤起更多的喘息的机会 今天你看到 富英发出的这些信号 是从《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 在美国的土地上 利用公众的平台 在发出中共的呼唤 富英说的这番话 是完全代表着中国政府的 以一个退休外交官的姿态 来展示所谓的声音 甚至富英本人还是一个 少数民族的官员 他是蒙古族 他站出来说话 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退休官员 但事实上 他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他每一次站出来说话 都在代表着中国政府的态度 不可以忽略他 可以说 未来一个月中 还会有更多的中国官员 有可能是退休的官员 也有可能是在职的官员 不断地会跌下他今天的这种呼喊 他认为应该清算美国的政策 来重新引导美国政府对华政策 进行一定的修订 因为之前 川普的做法 事实被证明 在中美之间 没有得到多大的成果 在美国反而激起了无数人的反感 他认为拜登的上台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利用的机会 他们始终在认为他们赢了 我们看不到未来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不能仅凭中共今天发出的这种信号 就开始灰心 前期我认为做的工作终归是有用的 就看你怎么去理解呢 你想一蹴而就 指责美国人帮你打倒共产党 推翻这么一个集权 其实不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更为平和的世界 大家都在游戏贵则中玩 不要出现搅局者 因为他目前 有足够的能力来压抚任何一个对手 但是他尽可能 要服从政治正确 从法理上要获得正义性 不会 突如其来的出现一些 政策 来干涉 其他国家的发展 当然我们知道 今天是国际人权日 那么每年遇到这种 敏感节日的时候 都会有更多的伤害 出现在我们面前 实际上别说互换人权 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得到保障 恶性的社会案件 层出不穷 那在这个时刻 为什么以赴银为代表的中共的官员 还能这么傲气呢 因为他们认为拜登要赢了 下一任总统是民主党 那么川普前期四年的工作 可以被推倒重来了 可以这样说吧 今天的西胖包括他的爪牙 已经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 他们非常愿意利用今天 对他们稍微有力的态势 来进行全方面的反击 至于他能不能获得什么成果 这个他不是很看得踪 他认为只要他叫嚷的声音够大 西方的媒体愿意给他们发声 他们就会不断地重复他们的声音 直到让你脑海中有一个记忆 中共已经赢了 赢得了这次贸易战 甚至从某一些程度上 改变了美国现实政治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